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怕还有什么事情是遗漏没讲的 保罗牧人的心肠总在书信的最后飙漏无遗 保罗准备离开以弗所 预计会经过马其顿 也就是哥林多的所在地 因此当然希望能够停留哥林多这亲手建立的教会 就如前面十五章的篇幅所讲的 哥林多教会有许多问题 保罗很希望能够亲自过去兼顾他们 引导他们回到正路上 一到四节保罗提醒他们 要先预备好给耶路撒冷地区的捐款 不要等他到了才献凑 我们看到保罗对捐献的态度不是随便的 尤其在金钱上更需要谨慎处理 五到九节保罗交代自己的行程 并不是不愿意现在就专访哥林多 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多留以福索一阵子 即使那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 保罗的福事总是不为自己 就是为了多得人 他总是把握每次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如同他在第九章所说的 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我们有这样传福音的心智吗 福音的好消息需要我们去传给身旁的人 我们是否有把握住每次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机会 10到12节提到两位保罗信任的好同工 提摩泰与亚波罗 提摩泰是保罗属灵的儿子 他特别交代哥林多 也要善待提摩泰 要使他无所惧怕 可以看到保罗对他同工的疼爱与保护 亚波罗则是保罗同期侍奉的好伙伴 他善于分解真道 曾在哥林多教导众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造成教会 开始分保罗派亚波罗派的事件 亚波罗似乎因为这样不愿意再回到哥林多 可能想要避免造成更多分歧 但保罗却鼓励他回去 无论如何 两位情谊依旧 不受分档影响而具体为王 而是继续用真理引导信徒到神面前 在提多书信里 也看到保罗对亚波罗仍持续的关心 十三到十八节 保罗最后劝勉信徒 要在真道上站稳 要做成熟刚强的基督徒 凡所做的都要凭爱心去做 并且要尊重服侍圣徒的人 因为他们成为圣徒极大的安慰 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 哥林多的教会问题不简单 保罗花费不少笔墨在纠正他们 但最后仍以这样温暖的话作结尾 保罗爱哥林多教会的心 也激励着我们一起来爱教会 让基督的身体得到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透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 让我们一起学习更像你 不随从自己的私语而行 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在生活中为你做见证传福音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